關於The Harbour School 現時有兩名確診病人和一名初步陽性的個案 三個都是員工來的 是老師來的 第一名個案就是 他本身是和Ersus Custer相關的 是有源頭 就是知道是在Ersus Custer感染的 第二位個案就是和第一位個案是同事來的 他們都是IT的老師 在同一個IT的課室裡面 他們基本上全日都會在一起 第三中今天初步陽性的個案 我們就問他 是一名教好美術的老師 他自己的辦公室就在這間IT房旁邊 但是他曾經 他跟我們說 曾經就進去這間房 和第二名個案就是 傾談了大概十分鐘左右 但是都有戴口罩的 我們這三個個案共通的地方 就是他們都是在 去過IT這間房 我們相信現時來說 初步看都是人傳人 因為他們大家都有密切接觸 因為出現爆發 我們都建議 我們都會將去過這間房 在這間房間和這兩名老師 和另外那位人士 是有接觸過的人 都是密切接觸者 需要去檢疫的 而這個Custer 現時來說 我們還看到主要大部份個案 都仍然是第二代 當然我剛才也說過 不能夠排除這個群組 可能會引發在香港 會有一個大型的爆發 因為很多時候 可能一些個案 出現病症 或者出現有傳染情況的時候 是未檢測得出來的 可能在他未檢測到的時候 已經在他身邊 或者出沒過的地方 造成一些傳播 在找到主要和我們 也許是在原來的 能夠提供 有些事 有些事 可以用電腦 在這間房間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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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